想睡睡不着,已经好久没有睡饱 这是很多失眠睡不好的人的心声 专家指出,不同疾病都可能导致在夜晚难以入睡 包括夜间磨牙、不拧腿症候群 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 以及快速动眼睡眠行为障碍等等 病人在睡眠当中经历各种不自主 像是咬牙切齿、轻微的踢腿或肢体剧烈的动作 不但影响睡眠质量,更会干扰同床伴侣 要解决夜间磨牙,一时建议 可以使用药物或特制的牙套,舒缓这类情形 不拧腿症候群的病患会在准备入睡时 感受到腿部的不舒服,需要移动腿部 获得暂时缓解,这时要抽血检查 确认是否铁质缺乏,再适当补充铁质 另外,专家也建议 有失眠困扰的朋友可以先调整生活习惯 像是睡前避免饮用咖啡、酒精等等刺激性的饮品 抽烟、使用3C,营造舒适的入睡环境 要是没有改善,就建议到睡眠障碍整合门诊 寻求医疗协助,让身体跟心灵获得修复 确保更健康与品质的睡眠 记者顾灿永,台北采访报道